岁末年终瑞税乡复原村社区发展协会 在15号举办了会员大会当中 特别办理了年终尾牙和社区会员 共同分享一整年来的努力和成绩 理事长周玉梅有感于社区产业的多元 但欠缺展授了管道 因此新的一年将计划成立互助社 行销推广复原山村的优质农产 文创商品来带动社区的产销工作 气温回暖 复原社区发展协会会员大会结束后 也特别办理年终尾牙 洗开石桌和社区会员 详情民众同乐也分享这一整年下来 社区发展协会推动业务的成果 现场一片请恭喜乐 除了感谢社区会员 乡公所等上级相关单位的协助支持 让复原村成为花莲马首事战的社区 理事长周玉梅也有改于社区产业多元 但欠缺展售管道 因此和社区理监事达成初步共识 新的一年计划成立互助社 来行销推广墓原山村 优质农产以及文创商品 带动社区的产销经济 合作社的一个产业 那今年是用多元就业的一个方案去做提案 然后让有三个 就是二加一的一个工作人员 来做地方的产业的盘点普查 那希望说用这一年的时间 把复原山村的所有的产业农业 还有一些就是文创的部分 我们去做好盘点之后 那以后会借由复原社区的这个 合作社做一个产业平台 来做帮地方推动 新的一年社区发展协会 除了仍将延续推动老人关怀站 乐林学习中心等老人关怀服务 让社区邻里住户 互助守望彼此关怀 另外一方面也计划透过互助社的成立 进一步强化社区产业的活化与产销 为社区生活也为地方产业创生 记者是日蓝 瑞士采访报道